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 法庭《望新闻》节目时段 今集有我许刘生 请大家记得点赞我们这段视频 还有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向报》再加上浪费冷气 也需要大家的订阅、点赞、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今集回来要讲讲 发生在2020年7月1日 警员在黄隐书院对出的地方 制服了一个当时非常年轻的手足 只有17岁 因为他们在那里由非法集结演变成暴动 人数也超过300人 历时时间也不算短 其实性质来说是相当严重的 本来应该要采纳4至5年的监禁作为量刑起点 不过刚才提到被告人的参与程度不太高 认罪也有负义 再加上当时他只有17岁 所以判刑就没有叫他去坐牢 实属叫做好彩 交道比起监禁他似乎更加重要 内容我们稍后再慢慢去 内容方面我们稍后再慢慢去否释 这宗案可谓挺傻的 其实很多都很傻的 话说这个未成年的手足 即是我们这宗案件的主角 罗角森 他牵涉在这个暴动里面 如是者 你们不听说 搞破坏的话 警察拘捕你也是很正常的 当警察压下了罗角森的时候 另一个手足叫周佩林 其实较早前都已经判刑了 他就帮忙扯开sir去抢犯 一些肢体的接触等等 说是迟那是快 第三个 即是较早前已经判了坐牢5年了 王军华即是那个 漏夜想着搭飞机走路去英国 那个在飞机被捕的电脑 七一刺警男 第一代 就是这个时候 纳出他的接刀 一下就刺了sir的左肩位置 他自己着草不成 他想救的罗角森也是跑不掉的 当然了 刚才提到的周佩林 就是帮他扯开sir的 也是同样地 已经是配刑了 他就33个月 终于到了罗角森 他自己都已经是配刑了 都可谓 整个事件就叫做圆满结束 其实参与这些案件的人 真是挺愚蠢 他们很多时候就叫做以为自己去到这个地方 起哄 聚集 即是其实是非法集结 然后也有另一些所谓的同路人 就变成一个火魔也好 暴徒也好 什么都好 搞破坏 他们如果有一些没有走到 有些像这个叫罗角森 猛盛盛的走出去 他以为自己最多非法集结 然后就走 有些是这样想的 我都听过不少那些年轻人 以为这样是没事 扔两构砖 走出去就算了 如果这件事 他被捕的时候 他们另外那两个 不是来这样去抢犯 是瘫到这样的话 他们其实叫走不走得掉 或者命运会不会改写 很大机会都会改写的 如是者 这个叫罗角森的学生 其实看到也觉得很可惜 法官判刑的时候就说他 当时只有17岁 而且事发之前也没有案底 他也选择了认罪 也很后悔 可能你会问 他后悔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们也有说过 其实有一些相关的报告 是要他们做完才判刑 当然有些人在报告里 都会反映到他们未必有负义 口讲也有负义 但实际上没有负义 所以法官相信他重犯的机会 也相对较低 认为他需要更生是更加重要的 所以采纳了有关的报告建议 所以才判他入交道所 有些人说为何放生他 因为他现在已经20岁了 其实法官也有告诫他 服刑之后要好好地完成他的学业 好好地照顾他的家人 我们经常说这些案件 不是虽在他自己一个人这么简单 他会连累他整个家庭 有时听到这些 父母方面都挺心酸 帮他求情的时候 都说他本身是品学兼优的 一向来说和家人的关系都算是OK的 不会有黄蓝之争 其实最惨是他的家人 都要同样地承受压力 刚才也说了 这案件发生在2020年7月1日 如是者 两年多过去 如果仍然叫心挂挂 不知道判刑是怎样 现在他进入教导所慢慢接受这个教导 他父母还说因为这件案件 而真的担心 有些心理上的问题 有其他情绪上的问题 影响到他的健康 甚至乎因为这样而中风 这个儿子 我不知道他怎样看 就是罗角森同学 他会不会觉得自己是很过意不去 还是他会觉得追求民主自由 重要过父母会不会中风 甚至是云归天 甚至乎中风而影响到他日后的生活 大家都知道 中风有些人的行动 甚至乎健康 都会一口气差了很多 在你眼中 民主自由重要 即他们的定义那种民主自由 即打获劲、妖光时、独立 是不是比父母重要呢 因此他父母有一段时间 都叫做不良迪行 即是走都走不了 如是者 他妈见到老公又中风 儿子又不知道会不会一生矮前途尽毁 搞到有严重的失眠 可能经常在想 究竟案件会搞成怎样 最后的判刑会是怎样呢 辩方都强调 他这件案和其他案件相比 规模不算最大 也没有什么汽水流多胆字 真是死了 即是你说什么暴动 去到非法集结 其实也很严重 我跟你说 不是很严重 也没有扔汽水流多胆字 你搞错 见到辩方这些 这样说都不知道好生气还是好笑 整个社会气氛 对于这些暴动的行为 怎样为之叫做严重呢 起码都要扔到汽水流多胆字 扔砖也不够厉害 要扔这些才行 你是不是瘋了 那时候社会是不是瘋了 其实现在还瘋了 被告都是拿雪糕桶去堵路 还有拘捕 我指罗角森同学 再说那位被刺伤的警员 伤势也不是由他做成 不过他虽然是这样 因为他也是一个似作俑者 当然他被警方制服的话 最多的就是制服他 他也没有叫人去救我 救手座 没有人叫这句话出来 是他们刚才提到的周佩林和王军华 两个扑出去 轮流分别两个时间去救他 他也说要向他的家人警员 甚至乎警员的家属向他们致歉 辩方就说 看他这样做真的难能可贵 我又不觉得什么难能可贵 这些是基本的礼貌和人性 你自己想想 你自己的家人中风 妈妈的情绪有影响 搞到失眠 你自己也觉得后悔 何况受伤的警员 他的家人他不担心吗 警员自己不担心自己吗 不会的 警员他现在都说 因为肌肉和神经方面有问题 他都不能再做他自己很喜欢的前线工作 要转做文职的工作 可能有些人说 做文职不就更舒服 不是人人都这样想的 有些人想在前线随暴安良 参与不同的案件 所以不断练自己的体能 跑步 掌上压 打功夫 瑜伽 拉筋 什么都齐 是不是 那我先说一下 为什么他自己的这件事 他也算是真是很幸运 如果他当时不是18岁以下 在17岁的年纪做了这件事 我相信他和教祖前的罗佩林 都是差不多的刑期 还要是很大机会 还要是在教导所的报告 看到他的内容方面 真是挺正面的 他原本真是读得到书 而且他每个学期都要向学校申请休假 其实他将来能不能保留学位 但他未知真的需要重新考过 可能都要的 官都说 即使不是说 那些罗佑所说的 去到那么辣 那么无情 又说什么法庭是政权的工具 都不是这样的 散庭之前 而姚冠也有向他说多一点 说他在求情信里 流露了他的负义 还说亲友给他的评价都很正面 说完这些话 他自己都说是明白的 能不能再读大学 毕业读好书 我想需要时间才知道 希望他在教导所 好好接受这个教导 我还看到最近期 有一些说法 希望可以为这些重返社会的特暴友 即是愿意改过自身的 提供一些工作机会给他们 例如叫他们去大湾区那方面 寻找一些工作等等 我看到有些人立刻拿出来笑 立刻拿出来说 拿出来玩 这些行为我觉得相当不负责任 你可能没有坐牢 你支持这些人 或者叫他间接地推出这些人 做一些违法的行为 他们蹲完牢 他们有案底 出来后没有一些公司肯请他们 你们的黄色经济圈也搞不定 你们那时候说的 希望黄色经济圈可以请这些手足 如何帮他们 什么让他们展翅高飞 肉火重生 说得很夸张 那你们现在黄色经济圈 没有啊 自己也做不定啊 那你又提供不了工作给人了 那如果人家后悔之前所做出来的事 觉得你们这班所谓的手足都帮不了自己 那我当然要自己想办法了 难道你养我啊 开个patreon出来你是不是给钱我先 不给嘛 留两个字 加油加油可以当饭吃 那如果真的 好像邓炳强所说的 会提供一些机会 在大湾区方面可以叫做一些新的工作 我说你什么区都要做的啦 如果有机会的话 那为什么不做啊 就是你们叫港独港独那些 真的可以才可以的 你告诉我 那些什么 法庭判了他有罪 就说历史将会判他无罪 还弄这些口号出来 你不要引人笑 就是这些现场被判刑 坐监 或者真的叫坐完监 你跟我说历史将判我无罪 这些简直是难听过粗口这些话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同感 如是者 真是一些决心改过的人 希望真是社会方面 愿意给一些机会他们 假如日后 让我在香港地也好 哪里也好 遇到这些有心改过自身的人 如果你问我 我能够做得到的话 我一定可以给个机会 最重要他们明白 当初这样做是没有意思 也不是他们所说的 叫做争取民主自由 好了 终于这件事 叫做圆满解决 初头还在想会不会三个一起 不是煲底件 是仓底件 有一个就去了教导所 希望他能够好好重新做人 不过三个牵涉在现场的 结果还有第四个 间接一点 就是王君华的女朋友 因为他牵涉了 究竟有没有帮他男朋友买机票 协助逃走 接下来还有得看 好戏连长 今集说到这里 敬请期待 多谢大家 拜拜